受二次元文化的影响,女装大佬这个词在2016年才出现。 在这之前的影视作品中,一般被称为反串。 当男人穿上女装后,一般都会特别吸引眼球,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大部分演员都尝试过女装造型,其中就有不少深入人心的形象,让我们印象深刻。 本期盘点一下港片中的十位女装大佬。 看看在那个没有美颜和绿青的年代,谁才是你心中的头部外。 第十位,成龙。 成龙应该是港片中女装大佬的鼻祖了。 早在1979年,他在电影《笑泉怪招》中,就以一名黄花大闺女的形象出镜。 彼时的成龙大哥还是一枚小鲜肉,穿起女装看起来十分香艳。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,他还遭到了强吻。 功夫喜剧,女装大佬,男人吻男人。 这些创新的元素让成龙第一次自导自演的电影获得了票房冠军。 苏哈说,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,成龙屡试不爽。 在1993年的超级计划中,本来是客串的成龙,又尝试了一次中年大妈的造型。 结果遇到了同样打扮的曾志伟,令人人群不羁。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,要数1993年的城市恋人。 成龙的鸡肉版春丽让人非常辣眼睛,从此再又无法直视游戏中的春丽了。 除此之外,网友还扒出了成龙大哥以前的旧账。 鱼王紧身衣,挂脖露背毛衣,超级大身位,粉红外套,外加性感短裤。 不得不说,原来成龙大哥才是站在时尚界最前端的那个人。 第九位,刘都华。 华仔这一身,女人味十足的装扮,把刘青云给吓坏了。 为了准备这场戏,可以看出来是花了不少心思在里面的。 连隐隐约约的事业线都这么逼真。 怪不得刘都华凭借这部暗战,第一次获得了金像奖影帝。 除此之外,刘都华在与巩俐合作的《我知女人心中的女装打扮》, 牺牲也很大。 不仅穿短裤,黑丝袜,抹口红,从走路姿势到肢体动作,每一处都像极了女人。 第八位,梁家辉。 梁家辉曾被人问到,还有什么角色是你最想挑战的? 没想到他说,想演一个女人,最好每人认出来哪一个最佳女主角。 当大家肯定了这位女演员的演技后,最后再高兴地告诉大家,我是梁家辉。 于是梁家辉出演了不少的女装形象,但我想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是他,每人认出来有点不现实。 其中最经典的形象是1993年的《东城西旧》。 梁家辉穿着女装,头上领着夸张的头发,和张国荣一起跳双飞燕的桥段,至今让人印象深刻。 有趣的是,片中梁家辉说,自己的头发是找村口的王师傅烫的,其实是调侃了1937年蔡楚生导演的黑白片《王老五》。 其中双飞燕的曲调也来源自里面的插曲,而跳舞过程中头发的造型打乱是个意外,因为头发太重,跳着跳着就变成飞鸡头,不过因为喜剧效果不错就保留了下来。 虽说梁家辉被称为千面影帝,任何角色都能刻画得入目三分,但女装确实就有点辣眼睛,想当最佳女主角就算了吧,我话讲完,谁赞成,谁反对。 第七位,陈百祥。 作为曾经港片的喜剧大佬之一,陈百祥被称为唯一能和周星驰抢戏的男人,但他扮起女人一般都有点重口味,让观众都不忍直视,陈百祥曾多次穿女装,但最经典的某于在《鹿顶记》中的多龙形象,特别是那时不时的脱胸动作,据说连导演王金在现场都忍不住喷饭了。 第六位,周星驰,将女装大佬自然少不了被称为喜剧之王的星爷。 1989年,星爷在盖世豪侠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担任主角,他遇上人生中最重要的罗慧娟还有达叔。 那时的星爷还很青涩,穿着粉色长裙也很惊艳,只不过唇边那一点眉破质有点辣眼睛,都说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,这句话用在星爷身上也同样适用。 在1990年的《无敌幸运心》中,星爷演一个小偷,偷东西的时候差点被发现,无奈穿上了女仆装,贼喊捉贼的样子看起来萌萌大。 到了1992年的《神死观》中,星爷因为不愿出头帮吴嘉丽誓言的寡妇申冤,而被梅艳芳嘲讽,不如当个女人算了。 结果,第二天真的被恶搞成了女人。 1995年的《大话戏游》中,星爷和白晶晶互换服装,虽然只是穿了女装,连装也不化,但她的眼神非常经典,这个表情让大家记忆深刻。 在《大内密探》《零零发》中,星爷一共穿了两次女装,第一次是假扮女人,混进妓院,披头散发,摇头晃脑的样子,喊得老宝都想抽她。 不过,最惊艳的不是星爷,而是李若彤的男装造型,特别是那两片小胡子,特别抚眉妖绕,把人看得活都够走了。 第二次是在片尾施展那招,从天而降的天外飞仙,本来一身白衣挺漂亮的,可惜最后变成了童年阴影,星爷不仅会扮少女,还会扮婆婆。 在《百变星君》中,恶搞了一下那个时期,香港百家超市广告中的人物,看得人忍俊不羁。 除此之外,星爷还有不少穿女装的桥段,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。 不得不说,星爷不止让别人半丑穿女装,原来自己也悄悄地穿了这么多次。 第五位,李连杰。 李连杰表面上是功夫皇帝,没想到她背地里还是女装大佬。 半丑女人,还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。 这是李连杰早期的作品《少林小子》,那时候她才二十岁,当时还挺好看的。 之后的李连杰一发不可收拾。 在1986年的《南北少林》中,李连杰又穿起了女装。 这次,她恶搞了一下少林四中经典的牧羊女形象。 不仅打斗场面非常精彩,还闹出了不少笑量。 后来,李连杰成立郑东店以后,推出了自己的创业作《方世玉》。 在影片中,李连杰仍然不忘穿上女装,玩一次反串,为影片增加一点乐趣。 1996年的《冒险王》,李连杰拉上金城武一起穿女装。 虽然金城武有点帅,但论女人味,我投李连杰一票。 第四位,张国荣。 张国荣长得英气中带着柔美,男女老少通吃,所以扮起女装,自然是得心应手。 在经典喜剧《花田喜事》中,身穿女装的张国荣女人味十足,眉眼之间透露着一股秀气,连达叔都被看傻眼了。 而最经典的《当属霸王别姬》里扮演的鱼姬,当时为了演好这个角色,他不仅减肥,让身形看起来更消瘦,还训练自己说话,娇滴滴,走路也更轻柔。 本来导演给他找了个唱戏的替身,结果张国荣因为入戏太深,全程都是自己演下来的。 张国荣饰演的成蝶衣,一双媚态十足的眼睛,很是勾人。 宴中有哀,爱中有怨,人戏难分,雌雄莫辩,将其阴柔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,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。 第三位,张卫健。 别看张卫健一直是光头形象,他有头发的样子,绝对是个美男子。 而穿上女装后的张卫健,许多女人看过之后都不禁感叹,原来我还没一个男人美啊。 张卫健曾在社交平台,晒出自己的两张女装照片。 并调侃给大家介绍我的妹妹。 照片中的张卫健以古装扮相出现,其中一张穿着新娘的大红喜袍。 面对镜头,天静微笑,完全就是一个绝美的戴家新娘。 还有一张身穿明皇衣衫,大大的耳环格外显眼。 在搭配上同色系的发饰,以及额头上满一排乖巧的奇刘海,自带一番大家闺秀的气质。 据网友不完全统计,张卫健已共穿过21套女装,有穿现代女装的复古感觉。 有小鱼儿与幻无缺中,机灵又可爱的小喇叭。 而张卫健最美的应该是巨人里的扮相。 穿上女装后毫无违和感,撅起嘴来比女人都妇媚,一脸娇俏。 还冲剧中的老爹撒娇,真的是把角色都吃透了。 因此不少网友调侃,张卫健才是最厉害的女装大佬。 见过这么多男演员为了剧情需要穿女装,但穿女装这么多次还那么美的,也就只见过张卫健了。 这么好看的一个人,没想到因为一句话剔成光头,真是太可惜了。 第二位,尊龙。 尊龙被称为用颜值征服全世界的男人,其优雅的气质成为无数女生的梦中情人。 有人曾说,真正美的人往往都是私兄同体。 导演在为电影《蝴蝶军选绝》时,曾尝试了几位有名的演员后,最后看到尊龙才确定下来,他是最合适的男演员。 当时的尊龙已经年过40岁,却能将间谍歌龄、宋玲玲的形象演绎得入目三分。 网友评论,一批一笑皆是戏,万般举动都含情,完全是一个女性模样。 怪不得尊龙在采访中说,如果非要界定的话,他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中性人,性别在他身上可以流动,他不希望被任何一种性别所界定。 第一位,李建仁。 从一开始,爸爸朋友的阿姨的妹妹,到无人不知的如花。 李建仁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女装大佬,还把如花一词,从对女孩的赞美变成了调侃。 1992年,成家上拍摄《武装元苏启儿》,李建仁被周星驰骗去北京演一个角色,化妆后才知道要演女人,因为是老同桌的关系就没有拒绝。 就这样,李建仁奉献了自己第一次女装,因为戏剧效果很好,后来拍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时,星爷再次邀请李建仁。 等到正式拍摄的时候,星爷走过去搭讪,李建仁这次的装扮把他下的台词都给忘掉了。 于是星爷让李建仁继续按照第一次样子挖鼻孔,才拍完了这场戏。 从此,李建仁每次出场都要挖着鼻孔,不然就太惊悚了。 等到了九品芝麻关注,王晶才正式给这个角色取了一个如花的名字,从此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 只要星爷拍电影,都有李建仁的出演。 好了,本期就先介绍到这里。 如果你还知道哪些女装大佬的形象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感谢观看小陈观影,我们下期再见。